朋友们大家好,梅菜磕肉寓意着蒸蒸日上,在我们农村老家,年一饭每家都会做这道菜,肥而不腻,入口即化,你认真看完这个视频,我来教会你。 回收香煎的三线五花肉凉水下锅,放葱姜料酒煮10分钟,捞出用祖残的牙签往猪皮上扎一遍,放老抽用手给它按摩均匀,起锅烧油油温6成热,猪皮朝下盖上锅盖,小心烫伤,炸至金黄捞出,放入清水中浸泡20分钟。 炸至虎皮状,切成厚片备用,烘碗中放芙乳,盐,鸡精,胡椒粉,料酒,生抽,蚝油,少许老抽,少许白糖,放入切好的肉片,抓拌均匀,然后肉皮朝下整齐的摆入碗中,起锅烧油放入葱姜爆香,倒入提前泡好的梅干菜,倒入几滴香油, 放一勺肉汤,翻炒出香味,然后搭在肉片上,放入一节葱段,盖上碗,再盖上锅盖,上锅蒸一个小时,然后放个盘子,翻个面,当碗翻开的那一瞬间,香味扑鼻而来,口水都流出来了,忍不住偷吃了两片,你去废了吗? 谢谢大家